一只狼来到小溪边 看见一只小羊正在那儿喝水 狼很想吃掉小羊 但是又一想 我要是就这么把小羊吃掉了 万一别的动物看见了 很容易说我的闲话 我得找一个合理的借口 吃掉小羊 这样既能饱餐一顿 又不被别的动物说闲话了 于是狼就故意找茬 喂 小东西 你把我喝的水弄脏了 害了我喝不了干净的水 你安的什么姓 小羊以前从来没见过狼 不知道狼要吃掉它 就对狼讲道理 狼先生 我怎么会把您喝的水弄脏呢 您站在上游 我站在下游 水是从您那儿流到我这里的 不是从我这儿流到您那儿去的 狼见这个借口行不通 就换一个借口说 就算是这样吧 你总是一个坏家伙 我听别的动物说 你去年在背地里说了我的坏话 凭着点我就可以吃掉你 小羊听了觉得这太荒谬了 就喊起来狼先生 那怎么可能 我去年还没出生呢 狼见这个借口又行不通 索性撕下了伪装 你就是再能辩解 今天我还是要吃掉你 小羊绝望地喊着 你这个狡猾的坏家伙 你找这么多荒唐的借口 不过是想把我吃掉罢了 狼宁笑着吼道 对 吃掉你就是我们狼的本性 狼一说完就扑向了小羊 可惜单纯的小羊 明白的太晚了 谢谢 谢谢 谢谢